得到的资料里是一个擅长泰拳 能单力打击系的选手 那王安盈肯定是一位striker 两位striker的对攻呢 就会有点像这个kickboxing 就是自由博基里面的比赛 那如果双方进入地面以后 王安盈的GMP能力 就是地面打击能力呢 我们已经领略到了 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位选手 就看对方是一个怎样的防御能力 或者进攻的能力了 好 后手摆拳 王安盈接触自己这个前冲的力量 对 尽量离对手远一些 不要靠太近 双方对对方都是一个不太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哦 上钩上钩 身高必战方面的话 王安盈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绝对的优势 没错 两人互中一个前手的平勾拳 对方抱腿 好 手摔 漂亮 进入地面 王安盈给了一个半防 就像我们说到的是两个人的腿 都有一条腿在对方的两腿之间 我们看到苏莱曼洞夫刚才从站立直接 想过腿 对 如果要是做一个sitbag子过腿的话 需要把自己的胯压在地面上 如果要是 果然在压 对方是不是要攻击王安盈的手 必要做一个木村 但是如果在半防里面做木村的话 这个杀伤力是有限的 对 你没有办法 他很彻底的把手臂绕到对手的背后面 没错 而是另一方面下位的选手可以利用你这个翘杆的力量 把你翻回来 我们看到的上位的苏莱曼洛夫 他现在是过腿了 没有 还是在半防里面 王安盈从一条腿关住了另一条腿 这样的话王安盈在 对面打击非常凶猛 王安盈把后背给了对方 对方凉钩进来了 把王安盈斩平了 我们看脖子上 现在应该是锁住了 我们看王安盈 现在是有罗角的机会 王安盈锁住了 可能要拍了吗 王安盈想扒开对方的另一只手 但这样会比较麻烦王安盈的手 我们看 好像 还在坚持 对 还在坚持 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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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哇 直接是把王安盈给脚晕了 应该现在是醒了过来 应该没有问题 刚才被裸脚 对 这时候裁判是要把 王安盈的两条腿往上抬一下 让血啊 流到他的脑袋里面去 这样子会对他脚晕会更好一些 如果你被对手裸脚的时间 有点长的话 可能会记不太清 前面有短暂性的失忆 对 这个经验是一般练习 巴西柔术的爱好者会 必经的一条路啊 没错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蓝芳胜 蓝芳勒斯 加沙瓦克 苏莱曼窟 施特雷德 与岁月同在